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封冰箱公所109年在圆明会产业布置计划补助下 酒酿文创产业中心风光接牌设立 发展爱美族酿酒产业示范区 但碍于相关法令的限制 让其中酿酒庄的建制遇到了瓶颈 也使得最后产业计划就地结算 先议员赖国祥高度关注 特别组成了专案小组到场关切 并协调县政府乡公所来全力协助部落解决 109年封冰箱酒酿文创产业中心风光接牌 后续包括原住民传统酒酿文化保存推广 专才赔力认证 产品开发等全都已完备 但酒厂或酒庄的设置却卡关 先议员赖国祥高度关注 特别组成专案小组到场关切 找到一个可以让这个酒庄 就是让财政部可以同意的操作方式 那可能也希望说在座的展规 是不是有方法解决 其中坐落在实体品的到位量工坊 设置问题较为复杂 而且又未在自然保育区内 要突破难度高 议会专案小组与县府农业处 建设处以及环保局都市计划科等单位 集市广益 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协助公所与族人推动 以农业制裁室申请审核闯关 县府建设处与地震处 则提点仍需面临自然保育区的法令限制 从申办作业流程 方向以及相关法规如何突破解套等议题 县令会专案小组与县府相关局处充分讨论达成初步公式 尤其第一个就是要送到我们农业处的 容许使用证明 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送上去 才会后续才会有建管申请的部分 然后其他财政单位 其他相关单位 后续才会有他们的协助 所以封冰箱公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封冰箱酿酒文化产业示范区部落协会或族人设置酿酒厂或酒庄 不仅只是来发展地方的产业 最主要是推广传承原住民古老的酿酒文化 建议会与县政府也将全力协助地方来推动在地的文化产业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